好 我們先把這個微笑的部分畫好 在這個凹槽裡頭 然後我們再來畫個兩個可愛的眼睛 好 就像這樣 好 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長輩都沒有牙齒了 全部都沒了 當然現在醫學比較進步 也去考慮治療的方式 那不然就是 看很多長輩也是用這種不動式的血口椅子 那當然都已經沒有了 我們的正常健康的牙科去做治療 在研究上 它能夠剩下的咬合力 當然只剩下有牙齒時期的 大概分別是20到30 剩下的咬合力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大 在我們驗腹科醫師來說的話 我們當然要努力恢復病人 我覺得理想的外觀跟療功能 讓病人在社交功能上 壞功能上 這樣就是自然 好 活動甲牙 活動意識的清潔 那我們還是建議就是參照國際甲牙照護指引提供的四個步驟 四個口訣 第一個就是清 建議我們要每天清洗甲牙 但是務必不要用牙膏清洗 第二個是泡 我們會建議使用牙清潔釘來浸泡甲牙並殺菌 然後千萬不要用漱口水或其他的漂白水來浸泡我們的甲牙 不能跟平常用不一樣 對很多患者都會想說 一把牙刷一條牙膏 我就全部包括增壓跟甲牙 就是我們的活動甲牙 我們的拳頭醫池呢 它比增壓還軟了十倍 所以說呢 你說甲牙比較軟 牙刷是就只能選那種軟嗎 當然當然 軟毛的牙刷才不會刮傷我們的活動甲牙活動醫池 不過話說回來 另外話 其實連真牙的照顧我們都建議要用軟毛的牙刷 因為很多患者都會覺得越硬的牙刷 牙齒刷越乾淨 比較乾淨 但實際上卻迷失 對 但其實卻是造成我們真牙的毛孫 牙膏裡面也有比較 還有許多研磨的例子會刮上我們的甲牙 會產生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刮 就會更容易產生細菌在甲牙的上頭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活動甲牙要用專用的清潔瓶去做清洗 那接著是取 我們建議每日睡前都要取下甲牙 可以緩解我們的疼痛 預防我們口腔內的感染 口內衣食 口內鹽的感染 帶甲牙的患者很常抱怨的問題就是疼痛 因為甲牙會抹擦 脂肪就會抹擦會疼痛 那所以如果我們還搭配著使用甲牙的黏縮劑 吸引和穩定器之後 又增加了黏縮劑提供的更大的力量 所以它就更不容易摩擦 配戴的時候的舒適度也會更好 患者都會抱怨說 吃完東西裡面塞滿食物這樣很麻煩 然後一天出去氣我也各方面都不行 那但是如果有活動甲牙黏縮劑 那食物就更不容易跑進去 有非常非常多的用點 如果不排斥的話 其實多使用這個 我覺得其實善用它 幫我們示範一下甲牙黏縮劑的使用 好 那甲牙黏縮劑該怎麼使用呢 它的管口是一個圓形的管口 它可以更精準的控制用量 好 那我們先以上二的全口式的活動甲牙為例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塗甲牙黏縮劑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把甲牙先沖洗乾淨 並且擦乾乾淨 然後乾燥的一個活動甲牙上呢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微笑曲線的方式 均勻的緊上一層甲牙黏縮劑 那注意我們要稍稍一點點遠離這個邊緣 才不會有太多的甲牙黏縮劑溢到口腔裡頭 好 我們先把這個微笑的部分畫好 在這個凹槽裡頭 然後我們再來畫個兩個可愛的眼睛 好 就這樣這樣 好 一個漂亮的微笑曲線就完成了 那當我們均勻的擠好這個甲牙黏縮劑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呢 再把口腔裡面稍稍成這樣一個潤濕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輕輕地用手放到定位 牙齒輕輕地搖起來 搖個幾分鐘之後 就可以產生一個很好的練習效果了 我們必須要定期牙科回診 以促進維持口腔健康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一尺的照顧上的四大口訣 希望大家可以這個口訣還要好的照顧好 我們再講一下 好 以上 謝謝